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日,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几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威尼斯双年展因其对艺术家才华的利用和缺乏行动被批评 这个展览被指控将艺术家的作品简化为符合策展人视野的口号和教训 接着,我们来看看TikTok的最新动态 这个全球流行的应用程序面临着在美国被完全禁止的可能性 这将导致全球近一半的人口无法使用它 最后,我们来谈谈塑料污染问题 澳大利亚的Mindler基金会发布报告警告说 沃泰华每天将有超过1000公斤的微塑胶粒子落下 这是一个关于塑料污染问题规模的提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威尼斯双年展和向后转的艺术》中 我们看到了当代艺术展览的一个批评视角 这篇文章指出 《威尼斯双年展》因其缺乏行动和对才华艺术家的标签化而受到批评 展览被指控将艺术家的作品简化为适合策展人视角的口号和教训 文章作者认为 谈论世界与在其中行动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而双年展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展览还因活动人士呼吁排除以色列的参与而面临争议 作者暗示双年展正与文化和社会机构失去信心 但无法想象从中退出的方式 另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国际日期变更线》是相当随意的 这是为什么 探讨了时间观念的一个特殊方面 时间区域是人类为了观察时间而共同同意的概念 但它们确实具有物理维度 《国际日期变更线》是一天开始和结束的边界 它穿过太平洋 然而 没有国际规则规定日期变更线的位置 其确切坐标取决于政府的决定 历史上 制图师选择了自己的东西分界线 及子五线 来计算长时间航行中失去或获得的时间 《独立报》的一篇文章 目前有超过30亿人被禁止使用TikTok 则带来了关于数字时代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TikTok正面临着可能被全球近一半人口禁用或无法使用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正着手禁止该应用程序 预计由乔 拜登总统签署惩罚的卖出货包里法案可能会导致TikTok在美国完全被封锁 该应用程序已在印度 中国 伊朗 塞内加尔 尼泊尔 阿富汗和索马里被禁用 这意味着超过30亿人无法访问他 其他国家 包括英国 欧盟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已对政府或军事设备实施了部分禁令 尽管如此 TikTok仍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 2020年拥有超过20亿活跃用户 这些禁令基于对国家审查和国家安全的担忧 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与中国政府共享 或者该应用程序的算法可能被用来传播宣传和错误信息 TikTok表示 在美国的禁令将侵犯1.7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该应用程序的受欢迎程度得益于年轻一代 全球超过70%的用户年龄在35岁以下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 从艺术界的批评到时间观念的探讨 再到数字时代的挑战 他们共同描绘了一个多元且复杂的世界图景 每篇文章都提供了对当前文化 社会和技术趋势的深刻洞察 让我们对这些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在全球政治和环境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 各国和组织正采取行动应对从难民问题到环境污染的挑战 德国宣布将恢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尔瓦的资助 这是一个展现国际合作和承担责任的典范 而在加拿大 一份新报告对塑料污染问题敲响了警钟 同时 加拿大混双冰湖队在世界锦标赛上的出色表现 让人们看到了体育的魅力和团队合作的力量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德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决定 计划恢复对安尔瓦的合作 这一决定是在前法国外交部长Catherine Kelowna 发布了一份关于安尔瓦确保遵守人道主义中立原则程序的审查报告之后做出的 德国作为安尔瓦的第二大捐助国 此前因以色列指控12名安尔瓦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 在10月份的一次袭击而冻结了资金 这一指控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捐助国冻结了约4.5亿美元的资金 德国的这一决定不仅展示了其对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承诺 也呼吁安尔瓦迅速实施审查报告的建议 以确保其运作的中立性和透明度 与此同时 The Toronto Star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揭示了全球塑料污染的严峻现状 报告由澳大利亚的Mindereau基金会发起 指出预计每天将有超过1000公斤的微塑料颗粒落在沃泰华 这一发现是在沃泰华进行全球塑料废物条约谈判的背景下提出的 旨在到2040年终结塑料废物问题 Mindereau基金会创始人Andre Forrest强调 塑料颗粒最终会进入空气、食物和水中 因为塑料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在体育领域 加拿大混双冰湖队在世界锦标赛上的精彩表现 为加拿大体育迷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据CBC报道 Cadri Honor和Colton Lott夫妇在击败中国队后 有望在小组赛的最后两场比赛中获得一个进入季后赛的席位 尽管他们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一度以2比4落后 但他们在下半场实现了强势反击 最终以10比4获胜 目前 加拿大队在B组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已经获得季后赛席位的东道主瑞典队 接下来 加拿大队将分别对阵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 争取小组赛的胜利 展现出他们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团队合作的力量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国际社会 在面对挑战时的行动和努力 无论是在政治 环境 还是体育领域 合作 承担责任 和追求卓越的精神都是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德国对安尔瓦的支持 对塑料污染问题的全球关注 以及加拿大兵胡队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 都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今日这个纷扰不断的世界 人们似乎轻易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教训 从悉尼尘风暴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当前全球正面临着多重冲突和紧张局势 包括持续不断的以色列 巴勒斯坦冲突 南海的军事演习 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文章强调了记住战争暴行的重要性 并倾听那些逐渐减少的退伍军人的故事 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被重点提及 随着对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显示 现已和前军人的自杀率惊人的高 文章最终呼吁战争必须是最后的选择 并且必须出于正确的理由进行 而在纽约时报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巨头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澳大利亚一家法院延长了一项命令 要求社交媒体平台X删除展示一名主教被刺事件的视频 这一决定引发了与X的所有者埃隆 马斯克的冲突 后者谴责这一命令为审查制度 这些刺杀视频在X上迅速传播 促使澳大利亚的e-safety委员会命令 该平台删除帖子 尽管其他平台遵守了 X却拒绝删除视频 导致颁布了临时禁令 X面临因不遵守而可能产生的罚款 马斯克表示担忧 认为一个国家能够为所有国家审查内容 并动员他的粉丝向监管机构施压 另一方面 电讯报报道了 澳大利亚警方正在追捕前 加和万事兴明星奥菲斯普莱杰 他因涉嫌攻击一名女性而被通缉 普莱杰在获得保释接受 医疗评估后 未能在次日出庭 据称监控录像显示他跟随一名女性离开一所房屋 然后将他拖回屋内 把他推倒在地并踩踏踏 普莱杰的经纪人表示 他的客户患有心理健康问题 并且被体系抛弃 警方描述普莱杰大约5英尺7英寸高 有棕色头发和棕褐色肤色 这些故事从战争的残酷 社交媒体的审查争议 到个人的犯罪行为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复杂多面低现实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还是在个人行为中 我们都必须谨慎行事 记住过去的教训 以避免重蹈覆辙 同时 这些事件也凸显了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社会和制度的责任 在这个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寻找真相 理解复杂性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